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今天我必须出来 因为时报文化呢 人家是文心的 你知道吗 他们哪里有弄过这些事情 就没有弄过这个事情 然后你灯光怎么弄啊 什么要把那个逃生的那个绿的东西关掉 不然的话就犯的不得了啊 种种的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们以为一小时可以把所有事情做完 所以就我必须要push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因为大家常常看到 我感觉很快 这个人很快 恶名在外 可在工作上面 即使必须把一个指头砍掉 他必须做到 用所有的手段就必须把那个事情做完 但是我觉得 原本可以活到今天 就是因为我不断的爆笑 不断的咆哮 因为咆哮 因为咆哮 所以他有几分的成功 那么舞者们跟着你 不是他热爱跳舞 是因为他成功 他希望 repeat 那个成功 不幸的是 有时候我真的还是咆哮 今天坐在这边 不是编舞家的身份 而是文艺老年 就是老林先生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叫阿明 为什么有这本书 其实 我在家里 就做一些 退休以后做一点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过去的舞作 重新的修剪 因为机器现在比较好 因为以前比较忙碌 就做掉 所以慢慢在那边修 然后 曾文娟女士就是 金伦之前的总编辑 她就说 提议就做这本书 我说我那个东西 我看不要 结果她就去 她就编成两本 我就跟她说 今天书很难卖 没有人要买两本 特别是我已经不是作家了 我认为作家 就天天在写的那人 才叫作家 不是你50年前写过什么 不是 这个不是 我们常常会有这种东西 一个title挂了一辈子 其实那个人老早爆销了 所以 所以我就说不行 一定要变成一本 所以我记得 有一次我们坐在那边 讨价还价 我说这个片不行 她说不行 OK 然后每天都说不行 每一篇到最后 她眼眶居然红了 她认为每一篇 都有她的 留下来的一个价值跟意义 然后 她就 到最后我那天眼眶红了 我知道这个谈判 是不能继续下去 那文娟呢 文娟是很渴望今天来的 但她家人确诊了 所以她非常的伤心 大概不止眼眶红了 OK 可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她 她是这本书的妈妈 跟拿着鞭子抽着我走的 然后 然后她非常的要求 然后甚至 我说不要有序也可以 所以她就是把我序都逼出来 而且到最后那个序还蛮可爱的 但是 就是这样所以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名 叫做《激流与道远》 其实非常不学无术 我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 原来它是雅贤先生的大作 很窩心 我 我